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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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Jorana 澳洲生活》 今天你开心吗 如果你要经常观看我的视频 你会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开心 今天又到了 我一年一度的 做生姜粉的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养生 那么养生就是我很喜欢生姜 很多人都知道澳大利亚什么最贵啊 生姜最贵 不过今年真的是比较贵 往年的这个时候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 生姜丰收的季节 往年的这个时候的生姜 如果要买的话 可能是十块钱一公斤 挺便宜的我觉得 那么今年真的是 可能疫情原因吧 那个所有的物价都是慢慢的带增长 那么生姜也是 那么我今天买的这个生姜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哈 这个是我买的老姜了 差不多不到两公斤吧 这个生姜是28块钱一公斤 但是我想在贵爷的买啊 因为我的生活当中的确是 就是缺不得生姜 就不能够缺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养生的一个食材 好那么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生姜粉怎么做 我前一段时间 我去年有这个分享 就是生姜怎么做呀 生姜怎么保存啊 生姜怎么种啊 但我也有种生姜 但是我自己种的生姜呢不多 而且呢的确是我觉得 我可能还是水平不够吧 那个种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呢 那个只是偶尔呢 就是我们家里面急用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拿来用一点 当然我这个种生姜 还要慢慢的学习和提高 所以我还是会购买一部分生姜 每一年做一次 这样的话够我一年养生需要用的 那么今天来分享这个生姜粉怎么做 首先呢这个我买的是差不多不到两公斤吧 然后我就把它它是买的时候就是很大 就是一坨一坨的很大一坨的 那么我首先买回来以后 我就把它都掰开 把它洗得里里外外 洗得干干净净的 那么今天呢我就把它来切片 切片呢把它尽量切薄 而且切片呢就是不要去皮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生姜不要去皮 这样的话它可以可以保持它的全部的营养 对养生呢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个切的过程当中有些烂的啊 你就把它把它拿出来 做生姜粉呢就一定要买老姜 现在有那个嫩姜啊 嫩姜是比较便宜一点 我买嫩姜呢是14块钱一公斤 但是嫩姜呢它只适合就是吃 你要是做养生的一些保健用的话 还是要老姜 人家说姜还是老的辣嘛 为什么 因为老姜它的药性的效果特别好 我说的药性呢就是不见得是是药哈 就是实际是我保养也是一个 起到一个药膳的一个作用 这样的话它的效果就比那个嫩姜要好很多 尽量把它切薄 其实很多人就会问我了 你干嘛要做生姜粉 做生姜粉呢是因为生姜粉的用处很多 我回头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 所以做生姜粉呢 我现在把它切片 切片呢就是一部分做成生姜粉 一部分呢就切片把它放起来 这样的话就是看你的需要了 做片以后呢 我把它做成干片以后 又好保存 我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随时把它打成粉 所以做生姜粉的话 首先是要把生姜切片晒干 但也有那个我也有那个风干机啊 现在澳洲也有那种就是插电那种低温风干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现在天气很好 晒干的它是有天地之灵气的 晒干的它是有天地之灵气的啊 所以一定要要起那个药效的作用的话 就是最好是晒干 它可以接天地的灵气 那个疗效特别好 我有烘干机啊 当然我也有烘干机 我有很 我有很好的烘干机 也很大 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个晒的效果好 所以我基本上没用 好了你看这切起来挺累的啊 切了我满头大汗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我就准备拿出去太阳再晒 你看我们今天太阳特别大 我们去晒 就放在这里暴晒 你看我们现在太阳很大的 就梳起来不到两公斤也没多少我看 好就这么晒着 好了你看我们经过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 你看你看这已经都挺干了哈 已经挺干了 但是呢因为最近呢我们昆斯兰这边天天下雨 我看了一下还要下一个多星期的雨 那么这还有一点点就是杂杂的干 杂杂的干的话如果要是不把它那个把它马上弄干 它是容易长霉 然后所以说呢我们我说过 我有一个这个低温烘干机 呃所以我还是把它弄到低温烘干机里面把它烘干一下 但是呢我就觉得蛮好的就是因为它是晒太阳晒了差不多两天 太阳就是太阳晒了不知道有点太难了 呃对有点太难了它不干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上面来 你把它拿过来放在这个上面 我们把它放到烘干机里去烘一烘好不好 好 好你来抓抓到上面去 哎呦把它装到上面去 装到上面去把它烘干 把它烘干 对了把它烘干 我们这个机器很大 对 昨天机器大吗 大呀我们的机器可大了 今天是我们的小孙子 跟我们一起来烘干对不对 对 我们孙子叫你叫什么名字啊 折手 折手啊 哎呀折手啊特别要劳动对不对 对 一说起来要劳动他就特别开心 好了就这个可以了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好了这个就可以了 对对这是一这是一层 啊你看我这个机器 我这个机器有很多层啊 看一看我这个有十层 哈哈我这个特别大特别好 我觉得有十层 然后我今天把它两层就够了 呜呜呜 来我们等一会 我把头装过来 装过来就快一些 嗯对 全部把它拿过来 嗯我们装过来 对装过来 哎呀装过来 做事啊可能干了对不对 嗯 没了 哎没了好了 哎这个没了 好我们把这个 把它放开一点 嗯放开一点 哎放开一点 对了 放开一点 对了 好了 好了 我们都放开了 对 对 嗯 我们家是很大的哈 但是外面有很多那个 我自己家不大 你们自己家不大 有那个 外面有那个电器商店卖的那个 有100多块钱的 好现在好便宜了 50块钱就可以买得着的 都可以的 这个 昨天买不着 昨天买不着 这个你自己去选择了 嗯 好了 我们就把它来烘干一下 嗯 所以有烘烘吗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呢 我们就选择 因为我已经差不多很干了 所以我选择 不要太高温度 也就在 40度 40多度 50度左右 烤一个小时 哎 听见没有 它已经开始烤了 嗯 听到声音没有 它是叫低温烘干 嗯 一会儿我们那个 生姜就烤干了 就可以做生姜粉了 好不好 好 嗯 今天我们 这是要跟我们一块做的 对不对 对 可能干了 对啊 好 我们就等着啊 好嘞 好嘞 好了 我们经过一个小时 对不对 我们烤了有一个小时 我们就已经烤好了 哎呀 你看看 好生呀 对呀 哎呀 你看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嗯 放在这里面 对 对 对 收集起来 嗯 把它收集起来 嗯 它是热的对吧 对 它没有 就掉在桌子上了 对 你知道这叫什么东西吗 嗯 叫生姜片 生姜片 对了 生姜片 它就提皮的 对 生姜片 你把桌子上面都捡起来啊 生姜片 好多呀 对呀 这还有 这里还有 这里还有 哦 这里还有 对 都收集起来 这个生姜片 我们把它收集起来 做成什么呀 做成 做成生姜粉 嗯 生姜粉 我不可以吃 对吧 你可以吃 生姜粉 我不可以吃呀 你可以吃啊 你不你你嫌 你怕辣对不对 对 那我就会哭的 哦 生姜粉辣了 就会哭的 嗯 好嘞 我们就来 现在来做生姜粉 好不好 啊 好的 好 好 我们做生姜粉呢 要借用这个机器 这是磨咖啡的机器 这是磨粉机 你看 这个可快了 一会儿就磨了 你看 我们放一点点啊 好 你装一点进去 哎呀 真好 放一点点 好 来给我一点 好嘞 放一点 好了 不用了 你看里面 好了 可以了 不用太多了 这个粘贴 好嘞 我们一会儿再来 这个粘贴 你看等一会儿啊 我们开始粘膜了 好 很快 好了 这就成了 它的盖子就可以响吗 对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生姜粉 它的盖子可以响吗 嗯 可以吗 可以带盖子在那呢 嗯 等一会儿啊 这是生姜粉 对了 生姜粉 可以 用途可广了 我们再粘膜一点哈 我也粘膜 好嘞 放一层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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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继续粘膜 好 对 继续粘膜 对 开始 好了 你看 我今天这个 打成 打成那个 生姜粉了 当然这个还可以打细一点 这个看自己 因为 我有一些用途 它就太难了吧 对 这个 这个就是生姜 这个不放了 这个不放了 好了 这个生姜粉就打好了 对 我分生 生姜 给你生姜 撕一口 嗯 生姜好辣的 粉 对吧 对 那这个生姜片呢 因为已经烤干了 所以我就把收料袋 再把它装起来 风口袋把它装起来 也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然后呢 这个呢 就可以炒菜的时候啊 啊 就可以拿出来用 当然这个 如果我生姜粉用完了 我再打 所以 这个呢 就是一年 我做一次 就可以吃很长时间 对了 对了 而且呢 用途特别广 好 今天的分享 做生姜粉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这个方法 既简单又方便 而且呢 还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用途特别广泛 我以后会分享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跟他说拜拜 拜拜 站起来 拜拜 你说拜拜 拜拜 下一次再见 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